各位同学,今天老师要介绍的是蛋卷窝。 蛋卷是一种香脆可口的点心,让人吃起来非常开心。 接下来,让老师来介绍它的由来、制作方式和种类。 蛋卷的由来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欧洲。 当时人们开始使用平底锅来制作薄脆的饼钱, 并且在里面加上各种不同的馅料,其中就包括了蛋卷。 而蛋卷在亚洲也非常受欢迎,许多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蛋卷口味。 蛋卷的制作方式其实很简单,只需要将面糊倒在平底锅上, 用小火慢慢煎至两面金黄酥脆。 然后再加上不同口味的馅料,像是巧克力、花生酱、榴莲酱等等, 卷成长条状就可以了。 不过,要让蛋卷香脆好吃,其实需要一些技巧和精燕窝。 至于蛋卷的种类,除了口味不同之外,还有不同的形状和大小。 有些蛋卷是平的,有些是卷起来的,有些则是挤出成花形。 有些蛋卷很大很长,有些则很小巧玲珑。 在台湾,蛋卷还会加上一些地方特有的馅料,像是芝麻、麦芽、桂花等等, 让口感更加丰富多样化。 各位同学,蛋卷是一种非常好吃的点心, 而且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口味和种类。 快去试试看吧。